大家好,我是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叶子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研究一下普通属性的光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结果 而这个结果它有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光会带来什么样的明暗交界线 是一条线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聊一聊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光比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聊光会带来什么样的质感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明暗交界线的部分 那么明暗交界线它本身的这个形状 本身的这个特性它有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非常硬朗的明暗交界线 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硬朗的明暗交界线 那比如说这样一个圆球 如果光线从左边射过来的话 如果这个光线是一个点光源 它足够的小而且足够的量的话 那么它将在这个圆球上形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半球 左边是亮面右边是暗面 而明与暗之间的这条竖线就是明暗交界线 那当然如果这个点光源不是在正左方 而是在侧一点点的位置的话 这个明暗交界线它就不是直线 它就会变成一个弧线 那这条弧线它就描述了 这是个圆球的这么一种属性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结构 那这里有三个不同的几何状的石膏体 那么当光线从顶部设下以后 咱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石膏体上 分别都形成了自己的明与暗的两个面 而明暗之间就是明暗这些线 我们先来看看最左边的这个圆柱体 它的明暗这些线是在哪 它是在这个位置 我再次强调明暗交界线 它勾勒出的是整个物体的基本的形状的属性 它是怎么样一个结合体 它的表面只是个弧面 还是一个很锐利的边界 这都是靠明暗交界线来勾勒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左边的圆柱体的这条明暗这些线 它是一个面积比较粗大的 也就是说渐变比较缓和的面这些 但是你看看顶部的那一个 充满棱角的物体 它的明暗这些却非常的干脆利落 就是在这 非常非常干脆利落 上面就是亮面 下面就是暗面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任何的过渡 所以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上面的那个物体是有棱角的 下面这个物体是弧面的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请注意阴影的边界 我们不把它算作明暗交界线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物体本身结构的一个表述 它是对于这个同一空间内的另外一个结构 给它投下了这个阴影的一个形状的描述 是一个对其他形状的侧面的描述 对它本身自己并没有什么关联 所以我们说的明暗交界线是指物体身上 自身的明部与暗部之间的这个交界线 它可以是缓和过渡的 也可以是直接就切换的 右下角的这一个形状 也有非常明确的明暗交界线 而且基本上都是跑的直线 除了右上角稍微有点带点弧面以外 而这条线是直线 是弧线 还是折线 它都是贴合着这个物体本身的形状走的 所以它就是对形状的一个确切的描述 我们在学画画的时候 除了会画这样的石膏几合体以外 画到比较高的阶段的时候 老师们还会让我们去画石膏的人像 石膏的人像是介于石膏几合体 和真正的人像之间的一个过度的练习的物体 所以我们在学摄影时候也给大家这么来做 我们看完几何石膏体 我们来看石膏人像 石膏人像在一盏灯的照耀下 也会出现比较明确的明耀这些线 但是它的这条线会比较复杂 我给大家勾勒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从头发上开始 到额头到眉骨 大家跟我从下往下看 眉骨那边稍微往左一点隆起 到眉心的肌肉 这个时候整条线是往左凸起非常明显的 然后连到鼻梁 在鼻梁的中段有一段是微微向左隆起 代表鼻梁有高低之分 然后连到鼻尖 鼻尖的位置呢 有往右稍微凹一点 并且连到了鼻翼 再到人中 接下来是嘴唇 这条线一直在来回的曲折 那每一个小弯曲都在描述 这个人脸的比较明显的形状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这个眉心的那一个左弯 代表了这个人皱眉有多严重 你看你叫之前的鼻梁上的左翅程度 代表这个人的鼻梁有多高 他还刻画了他的鼻尖和鼻翼 刻画了他人中的深浅程度 刻画了他嘴唇的丰满程度 靠的是在嘴唇那儿的那几个转弯 最后呢我们这条明显就先描述了他的下巴 连上他的胡子 我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已经明白了 我们以前以为啊 一个物体 它的形状只跟它的外轮廓有关 但是你知道吗 仅仅去描述东西的外轮廓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了解它内部的一些结构状况 凸起凹下 细节的一些变化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靠明暗交界线来实现的 我们除了关注一个人的外部的姿态 他的手的姿态 身体的姿态以外 还要关注他的明暗交界线 光线的角度 从哪个角度打过来 刚好这条明暗线能强调他的优点 演示他的缺点呢 如果这姑娘脸比较胖 我们可以用明暗交界线来凸显他的颧骨 让他显得比较瘦一些 如果这姑娘实在是比较瘦 我们可以反过来 让明暗交界线不要去描述他的颧骨 不要去描述他的眼窝的深浅程度 这样的话呢 我们看上去他就会比较圆润一些 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非常圆润的脸庞 所以呢 陈曼用这条明暗交界线描述了他的颧骨结构 描述了他的这个脸部肌肉的情况 一直连到下巴 这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除了描述人以外 明暗交界线还可以描述动物的基本结构 狮子的鬃毛的外轮廓 靠的是这条线来描述 当然他的脸部里面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的明暗交界线 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他的鼻子 他的脸颊部分都有自己的明暗交界线 那即使是拍植物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也有明暗交界线 那在这个明暗之间的这条线 它是直的还是弯的 就精确的描述了这一个叶片的中间部分的结构形状 注意啊 这个明暗交界线 它的形状是随着咱们的光射进来的角度 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 同样一个人 他的明暗交界线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几个形状 随着光线的角度的改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柔和的明暗交界线会什么样子的 柔和的明暗交界线可能就意味着 这个光源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 暗部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啊 补光啊 不管他是由辅光进行补光 还是由环境光进行反光的 总之暗部不会特别的暗 那比如说在这个人像里面 你们可能很难去找他明暗交界线在哪里 我现在给你们画出来啊 他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这条明暗交界线呢 依然是刻画了他的 看看我们从上往下啊 刻画了他的额头 刻画了他的眉骨的凸起程度 眼窝深线 所以这个明暗交界线往右绕了一下 底下是颧骨 所以明暗交界线往左绕回来 再往下呢 到了脸部肌肉 再到这个嘴唇 再到这个笑肌 然后最后到下边的下巴这连过来 这条线的弯曲程度 精确的刻画了这个人的脸部特征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脸部特征 有两个方面构成 最主要的靠的是骨骼啊 最主要靠的是骨骼 就一个人他长什么样 有骨骼就决定了百分之七八十 那么他脸上的肉具体怎么样去堆放 这个呢会有一点影响啊 但是呢影响不大 那明暗交界线呢 恰恰就是对骨骼和肌肉的形状的 一个精确描述 他的颧骨有多高 他的鼻梁有多高 这就决定了他是A还是B 他是你这个朋友还是那个朋友 我们经常在见老朋友的时候会说 哎呀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 他真的没有变吗 你把照片拿出来看看 其实变了很多了 但是骨骼没变 这个人他就显得没有变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主要结构没有变的话 主要的形状轮廓没有变的话 肌肉松弛一点呢 皮肤糟糕一点呢 这其实不太影响 眼角瞎搭一点呢 这不太影响我们对他的面部的识别 呃同样的啊 拍小朋友 也有明暗交界线 这是在自然光线下拍手的 那么我们拍左边这个小朋友 他的明暗交界线大概是这个样子 石头呢 拍石头的话有明暗交界线吗 也会有的 啊这是青苔布满的这个岩石上 那么我们看中间偏右的那颗石头啊 他的明暗交界线大概是这个形状 以此类推你可以看到每一颗石头都有他自己的明暗交界线 这就是啊对这一片地貌的特征的描述 哎呀这个地貌真的是很特别啊 他凹凸不平就算了 还那么的光滑啊 上面还布满了青苔 所以他明暗交界线呢 都是曲线型的 不是折线型的 都是比较温柔的 并且呢 还有着一点点的这个缓和的过渡 并不是那种很硬朗的明暗交界线 好这是咱们的呃第一个特征啊 就是明暗交界线 那么既然说到明暗交界线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光比的问题 什么叫光比呢 光比就是指明与暗之间的啊 一个亮度之比 那比如说这就是大光比 一边全黑一边完全暴行过度 这是光比比较大 那这张照片就是典型的大光比的照片 容易拍吗 很容易啊 啊 我们只要拿一盏非常亮的灯 放在左侧 并且呢 这个灯最好是点光源啊 面积不要大 那因为面积大的话呢 它会影响到这个暗部的亮度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小点光源 哪怕就是个手电筒 一个蜡烛 管它什么呢 只要放在左边就好了 那另外一边会非常暗是什么原因 我想呢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呢 那就是它右边没有任何东西 空的 呃 而且是黑夜 比如说在大海边拍照的时候 很容易拍出这样的下回来 那边没有任何东西进它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在右边 放置了一块大黑板 或者那边墙 压根就是黑的 这块黑黑的板子呢 它不会反光 它会吸掉所有左侧 射过来的光线 那它的内半边脸显然就不会有任何的光线出现 因为光线到墙上到板子上被吸掉了 不反弹 所以它脸上不会有环境光的影响 所以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啊 就是其实啊 咱们想拍出大光笔的照片来 跟左边的光源有多亮 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跟光笔有多大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可以左边很亮 右边一般般暗 排出这种效果 也可以左边不怎么亮 但右边非常暗 同样的可以排出一个效果来 大光笔的照片 指的是明与暗之间的差异性大 那明到底有多明 暗到底有多暗 都是一个相对值 希望这一点大家一定要了解 不然的话 以后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咱们在以后练习人像摄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哎 怎么那个强光往脸上射啊 怎么还出不来大光笔啊 再把光再调亮一点呗 再调亮一点还出来大光笔啊 那个暗部总有东西啊 那这就是你弄错了 你应该让暗部跟暗 而不是一味的去让亮部跟亮 好 那么自然环境下也可能会拍出 大光笔的照片来 比如说逆光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昏暗的室内 进行逆光摄影的时候 这张照片是这样 这张照片也是这样 这都是典型的在一个画面里 大量的亮部和大量的暗部 同时存在的这么一种情况 那既然有大光笔 就应有中间的光笔咯 我们叫光笔适中 光笔适中的照片呢 看上去啊 对比度不是特别大 你可以看到它亮的地方 那个人手上的部分 小机的这个毛上的部分 都不是特别亮 那暗部的部分呢 右下角那也不是传黑 所以呢 你最后看到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亮部和暗部之间 它的差异性不大 这种照片给人的感觉是温暖 而舒适的 我之前打过这个比方 就是它像是个麻布的衣服 粗麻布的衣服 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并不是很刺激 也不是很 什么鲜艳明快跳跃 有力量 都不是 它就是很舒服 那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美感 咱们初学摄影的时候 很多人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大家只喜欢那个光比大的照片 只喜欢那个最后拍出来结果 对比度大的照片 黑的地方特别黑 白的地方特别白 特别明快鲜艳 有力量感 这是不对的 那是审美之一 是普通老百姓容易接受的一种审美 因为他觉得明快 看着爽快高兴 喜庆 你要知道 这个有的时候 你拍那样的照片 是不恰当的 比如说描述生活的细节的时候 描述温馨的气氛的时候 你去用大光比的照片是不恰当的 描述女性的时候 我们也很少会用大光比的照片 因为那样的话会显得 太过于硬朗 太过汉子 当然你描述一个T的时候 又可以使用那样的光线去拍摄 那么最后一种光比的照片 是低光比的照片 小光比的照片 这种光比的照片 很多人都不喜欢 因为他们觉得灰灰的 一点都不精神 非常的闷 像是在雾霾中一样 但实际上 小光比的照片 不只是灰这一种 它还可能有比较暗的 我们叫低调照片 比较亮的 我们叫高调照片 还有中间的 我们叫灰调照片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这三种照片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首先是高调的摄影 那么高调摄影的时候 咱们需要一些高调的道具 就是说你的拍摄的主体本身 它要白 主体本身要白 第二是背景要白 那么除了主体白 背景白以外 我们还需要它没有 硬朗的明显角线线 它是个柔和的明显角线线 同时阴影部分 一定不能纯黑 光比要特别小 这都是基本的条件 拍出来照片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个人 他就像一个精灵一样 发着光的从背景中走出来 那这种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它有一系列的技巧 它跟前期化妆肯定是有关系的 它跟拍摄有关系 它跟最后的后期处理 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我们具体的方法 会在人像摄影里面 到时候再教大家 现在我们不讲这么深入 你们先了解一下 什么叫高调摄影 另外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在高调摄影中 不是不允许黑色存在 这里边还是有黑色的 没有关系 黑色是应该存在的 它站的面积小就好了 不要去形成太明显的 这个反差的冲击 整个照片看上去 还是比较清爽的 比较白净的 对比度不是很大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高调摄影 那么高调摄影的技巧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次 大家先记一下 第一个是主体本身的颜色 要高调 主体本身 自身的颜色要高调 你说你在一个白背景前 非得要去拍一个黑色的物体 或者说 哎呀我想给熊猫拍一张高调照片 怎么可能 它整个身上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的 对不对 所以它本身对比度就够高 这是不对的 这个主体本身要白要高调 你也不能说 我给个黑人拍一张高调照片 你拍不出来的 第二呢是它的背景要高调 背景的亮度也要比较亮 第三呢光比必须要小 这个小光比呢 还有自己的三种实现方法 一会儿我再交代一下啊 在现在我们只要知道 高调灰调低调 它三种都是属于小光比的 中间的一种 对吧 所以它必须是有小光比的前提的 所以呢 那么第四种 你拍的画面全都是白色的 那你要不要加曝光补偿呢 你可以在光圈优先下 增加曝光补偿 来拍摄这张照片 也可以使用点测光 并且呢 对整个画面的最暗处 阴影处进行点测光 然后锁定测光进行拍摄 这两者呢 你至少要选择其一 具体数值选多少 你们摸索的去做 注意啊 高调摄影最难的地方就在于 它既要高调又不能曝光过度 怎么样知道它即使白的 还曝光过度呢 看直方图还记得吧 我们要把直方图摆在 靠近右侧的位置 靠近曝光过度的位置 但是又不能真正的出现曝光过度 这才是高调摄影 那么第五 肯定还要进行后期处理的 后期处理中呢 可能我们会拉高暗部细节 主要是拉高暗部细节 好吧 我们再来看一看 刚才的第三点 小光笔 小光笔怎么实现呢 小光笔可以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实现 第一 大面积的光源来拍摄 这个刚才讲过了 第二 在环境光部分进行反光 就是暗部啊 对它的那个 背光面的那个部分呢 要有环境光 甭管你是白墙白纸 还是白盘子 反正要对它进行反光 第三 如果那反光还不够啊 可以再用辅光 就是用一盏灯 去补充暗部细节 注意这个灯的亮度 不能超过主光 但是它要充分的补充 这个暗部 让它亮起来啊 变成一个 光笔小的样子 好 我们再来看看 灰调摄影吧 灰调摄影呢 就是这么个感觉的 是不是 很柔和呢 如果是个姑娘 那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温柔 如果是男孩呢 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 铁贴啊 或者说非常娘炮 随便你们怎么去理解 那拍风光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是薄雾天 注意啊 薄雾天 或者是啊 这个薄云的阴天啊 都是呃 这个光笔非常小的时刻 还有一种时候就是 呃 顺光的这个自然光线啊 这就是个顺光自然光线 就等于太阳就在这个 呃 滑翔伞的后方啊 这是滑翔伞拍摄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在最右边 见到滑翔伞的那个小阴影啊 那太阳就在滑翔伞后方 所以从滑翔伞这个方向看过来 整个世界是没有阴影的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呃 掉性呢 就比较 灰啊 或者说是光笔比较小 灰掉摄影 是非常温柔的 同样的啊 咱们在这个温泉里面 由于大量的雾气存在啊 或者说咱们北京大量雾霾存在的时候 它整个世界的呃 掉性也是发灰的 灰掉呢 可以讲述温柔的事啊 也可以讲述压抑的事 压抑的灰掉摄影 是没有什么颜色的 就全是真正的灰色 而不是亮度上处于中灰 是整个连色彩都几乎没有 那种中灰掉的灰掉摄影 会让你觉得比较呃 压抑一些 那低调摄影再看一看吧 低调摄影呢 呃 拍什么都能拍啊 还是一样的 近物职物人物都能拍 啊 它拍出来整个画面中 几乎是没有白色的 但是 真的没有白吗 也不会 因为如果整个画面全部都闷啊 全部都一片死黑 或者说中间有大面积的这种深灰色 它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的 所以低调摄影呢 跟高调摄影不一样 高的摄影中 它是有可能出现黑色 而低调摄影中的几乎 永远都有那么一点白色出现 有那么一点白色出现 比如说这个人的头发啊 那个地方是非常亮的 那么它跟这个高调摄影 还有一点不同 就是高调摄影 不管你怎么高 呃 是要尽量避免曝光过度的 但低调摄影中 允许大面积的曝光不足 我这一点已经在课程中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人眼对这个世界的探知呢 它是啊 更习惯黑的看不清的那些啊 物体 这个感觉它是允许的 但是它非常不喜欢那些 四眼的白光 所以在摄影里面的曝光过度 我们一般不太愿意出现 但是大量的曝光不足 呃 有可能有时候为了某种艺术效果 我们是允许它大面积出现的 那么面对这样的照片 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怎么样才能拍出 这么低调的人像来呢 首先这个人 它不能特别白吧 是吧 这个人皮肤 呃 其次呢 背景中最好大面积的黑色 是不是 呃 还有我们曝光的时候也要注意 要让这个人身上 出现大面积的阴影 为什么要让出现大面积的阴影 因为人毕竟它颜色不可能那么黑 是吧 这明显不是个黑人 所以咱们要想它黑起来啊 就要用这个 侧逆光或者是逆光 要让人身上出现大量的阴影 这样的话 啊 阴影在整个画面中 中速上的比重呢 就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拍夜景的时候 甭管你是拍星期 还是拍城市夜景 都会出现大面积的深色 所以这也是一种 暗调的摄影吧 啊 低调摄影也叫暗调摄影啊 有时候我们会串着说 大家都要能理解 那么怎么拍出低调摄影的照片呢 第一 主体本身最好足够暗 第二呢 是背景已经要足够暗 第三 是小钢笔 但这个小钢笔 也跟咱们刚才那个不一样啊 跟咱们刚才的 高调摄影的小钢笔的 实现方法不一样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 第四呢 是你在使用光圈优先模式拍照的时候 要减低点曝光补偿来拍照 那你也可以不减曝光补偿 而直接使用点测光 对高光的那个位置啊 就是在反光的那个位置 进行点测光 并且呢 呃 锁定这个曝光的结果进行拍摄 当然对着高光点进行点测光呢 呃 测完以后拍出来的照片会有点偏暗啊 你可以在后期处理中 再去稍许的拉动曲线 让它呈现出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回到第三点 小光笔 低调摄影的小光笔会有什么不同呢 呃 有一点相同的 它们同样需要大面积的光源 但是有一点不同 就是啊 整个画面中呢 你要试图让光线去营造大量的阴影才行 最后我们来看看光的结果中的第三部分 是质感的事 那光它是怎么样营造质感的 很简单的 就是对于一个平面的物体而言 如果光是侧着它射过来的 那么就将在它身上出现大量的明暗交界线 每一个凸起都是 每一个沟壑都是 都有自己的明暗交界线 这些明暗交界线大量的 频繁的紧紧的 挨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了所谓的质感 什么叫质感呢 质感就是对一个物体的表面的 细微结构的描述 叫做质感 所以光线一旦斜射 就会出现质感 注意啊 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侧逆光 逆光的顺光的这种方向 是指对于我们拍摄的物体本身 比如说这个地面而言 这个阳光是贴着它射过来的 侧面贴着它射过来的 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凸起上都会形成自己的明暗之线 而所有的明暗在这线 紧密的挨在一起就形成质感 是对这一个地面的 这个表面结构的特征的描述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如果你想要粗糙的话 应该选在早晚的时候来拍摄地面 对吗 那对于人像来说呢 如果想要你 你想要描述一个老人的皮肤足够粗糙的话 要用一个侧面射过来的光源 正在他的脸而言 侧面射过来的光源 如果你想让他皮肤比较光滑的话呢 那就应该反过来做 你应该使用一个大面积的 从正面来的光源 我刚才漏了一点 想要粗糙的话 除了要从侧面射过来外 还要是点光源 那咱们想要光滑的这个质感的话呢 应该是从正面射过来 顺光射过来 并且采用这个大面积的光源 那这都是感觉比较光滑的一些例子 拍摄微距顺的时候 尤为如此 我们可能会使用这种在镜头两侧的 或者是环绕镜头一圈的这种大面积的光源来拍摄 所以它们看上去呢 就是比较这个顺滑的 拍摄玉器的时候 尤为要注意啊 因为如果你的光线过于复杂 左边一点右边一点 它的反光就会非常的杂乱 从而导致你这块玉看上去呢 不够油润 不够这个做工啊 雕工啊 感觉比较琐碎 不够饱满 这个我们在后边的电商摄影课里 应该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那反过来讲呢 如果你是去拍这个服装啊 想要放到淘宝上去卖 那么这个服装的质感 你如果想要凸显它的话 这是个麻布哎 应该凸显它的质感 那么就应该是用刚才那种眼光源 并且斜摄着来拍摄它的这个布料 那么还有一种质感呢 是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柔软的 这个柔软呢 它首先明暗角接线要是比较曲折的 就是它是比较柔和的 在弯曲的 不是那种全是折线的啊 它是全是曲线的 那这张照片呢 是咱们卡图摄影教育中心的武林老师 在新疆拍摄的画面啊 是他在新疆集训营时拍摄的画面 今后呢 有机会也欢迎各位同学们啊 跟着我们的摄影集训营呢 去世界各地去练习摄影 那与此同时呢 呃我们的这个散射光啊 光线从四面八方过来的这种光线 也能造成非常柔软的感觉 而这张照片除了柔软以外 它其实很精彩的在于它有拟人啊 它有拟人 大家可以看一看 你把中间看成腰啊 这个人的手这个往上抬过去 翻过去啊 下面是臀部 上面那个尖尖的是下巴 还有这个水滴呢 是人的头部 你能看出来吗 是一个跳舞的人 他的裙子从后面摆起来 你看看这个画面有多巧妙啊 他把这朵花的这个局部 进行你人画的拍摄 用水滴来充当头部 并且呢啊 他还恰好是用了一个 感觉比较柔软的光的质感 来啊 烘托这种女人的人体的这种气质 我们再来看另一张啊 散射光环境下的 这个植物的照片 因为它非常的柔软 所以使用这种光线 也是非常恰当的 那么坚硬的质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明暗交接线啊 它是折线 它不是曲线 而且呢 它的这个光比也比较大啊 同时它还具有粗糙的质感 那么这样的一个物体 就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坚硬 咱们在这个淘宝上 见到有很多卖这个文丸的啊 卖什么 金刚菩提啊 这种比较坚硬的果实的 那么你想想看 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描述它 再次强调 大光比 大量折线 而且呢 还要加上一个侧面射过来的 对描述粗糙质感有利的光线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呢 是光的三种结果啊 光带来的三种结果 第一是明暗交接线 它的形状决定了这个物体的内部结构 第二是光比啊 那它呢 决定了整个照片的情绪 最后呢 是光带来的质感 它帮我们描述的是 这个物体的软硬程度 以及它的表面的细微的结构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